大家好,早安 今天才一早 早上9點20分 我就發生了一件非常悲劇的事情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有沒有覺得我頭上少了些什麼東西? 我卻忘記戴帽子出門了 我等一下帶你去看的是全西門町第一家百元販賣機 你打算投多少錢? 我等一下喔 可能投個一千吧 清空 太棒了 你知道北部真的不能清空 北部清空都是垃圾 平常呢,進公司上班的時間是10點 我今天還沒9點半就進公司了 就是因為這個北溪說要去玩什麼百元 那個叫什麼? 百元販賣機 百元販賣機 等下沒抽到什麼好東西的話 他叫做白寶盒 白寶盒?那叫手機盒 他旁邊還出了一家叫月光寶盒欸 我說真的 我今天是要來拍夢想的 不要唱隨我 說不定我等一下可以抽到個行李箱之類的 我還可以再裝第二台PS Pro 我來這邊其實也不是我要抽 我是來當工具人的 沒有啦,講那麼難聽 我們從那邊現在到這邊另外一台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兩支影片阿 那時我們不做這種事的阿 注意看這個在算錢的 好像很有錢的 還穿長袖 你幹嘛裡面放鈔票是不是 冷箭 冷箭舞 咱們廢話 誇張 這個東西阿 一盒一百塊阿 你知道黑羽車到什麼嗎? 這個茉莉 這個茉莉 真的是要價不菲阿 一盒一杯一百塊 這裡面一定有什麼神奇的廟方 你知道嗎? 一盒在手 希望無窮 一盒在手 希望無窮 未產人 他現在連盒子都不想給我欸 他現在連盒子都不想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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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百貨 先生不好意思 先生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 有沒有請問有什麼事嗎? 不是拉 這個是那個 那個我們最近在做茉莉茶園的公益活動 我們只要 捐給我們一罐茉莉茶園 我們會 捐給孤兒月一百塊 那間孤兒月是不是教育的 먹 欸你怎麼知道 噴了兩千塊 我還不如拿去出怪物彈珠 我覺得這西門廳早上裡面的早餐店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看我暫時每次進公司的時候不要直接進去 先進西門廳看看有沒有好吃的早餐 給你們看昨天他們幫我做的特效感覺好低能喔 我們來練習每天正手拉五下當槓 好我們的攝影機回來了 在那邊那一台大台的 然後妹妹不要摔喔 我去拿麥克比 然後我去拿麥克比 寫在那個盒子上面 各位你看這個裡面這一顆 裡面裝的東西價值 三萬六千零 三六零五零 所以各位如果你們有設備的話 好好保存啊 你看又有一個新的包裹道了 這個是從高雄寄來的 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顯然不是給我的耶 這個 恕你好睡好眠二號 這個是放大片 好我知道以上三樣粉紅色的東西 應該都不是給我的啦 人生險金 而且他非常關心我的身體 一罐 兩罐 三罐 四罐 五罐 五罐 啊啊啊啊啊 啊 啊 啊~~ 等一下呢恰會來這邊要錄音 他好像有一個企劃要我幫忙協助配音 恰就是上一次vlog裡面出現 坐在我的位置上面一個高高漂亮的女生 你看現在那邊就在拍 然後這次就是下一支影片 蛤! 你下一支會錄鏡 就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 你要拍你的Vlog 對 沒有錯 要小心他的鏡頭 他五時五刻都會 不錯 對 我就是要這種感覺 我果然沒有選錯人啊 對 我就是要這種感覺 我果然沒有選錯人啊 以後我這邊的案子 都要拜託您啦 太好啦 謝謝 不會 下次有機車的人在找你來演 我聽起來有一點點沒有很開心的感覺 剛剛的錄音初體驗已經結束了 感謝後面的恰的協助 然後跟你們講 恰他是 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頻道 我上次有貼過 你們可以去看恰有很多很厲害的配音 所以要記得去看喔 我 我剛剛在模仿窘心人 哪裡 你不知道 感謝你們 掰掰 掰掰 嗨你好 我們專業導播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專業打雜小弟 今天偷拍小弟 那我走了 掰掰 好險啊 下班之後 就是 已經沒有下雨了 路上是乾的 今天開完會之後呢 覺得 接下來我的工作會變得更加更加的忙碌 就像大家常常在說的 沒有壓力的話 人就不會成長 知道嗎 所以 一定要想辦法 挺過去 挺過去就變更強 現在時間呢 是晚上七點多 應該快八點了 我今天的Vlog 才剛放出來 就是昨天拍攝的Vlog 剛放出來 我有辦一個抽獎活動 可是我其實 有一點點小小的後悔 其實抽獎 你為了要能夠抽出來 這個機制 那我希望是有看我影片的人 才能抽到這個獎項 這樣還算合理吧 你有看我的影片嗎 我感謝你那我讓你抽獎 那我不想要讓就是 可能根本沒開影片的人抽獎 所以我得必須設一些限制 那 到目前為止 我youtube上面的抽獎呢 都是在下面留言 留下一些關鍵字 然後我從裡面抽出來 給你 這是一個能夠讓我去執行抽獎 才這麼做的事情 那我說我有一點後悔呢 就是 比如說我昨天的Vlog 我就說 hashtag給我給我 那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是非常喜歡 youtube下面留言的人 我會跟你們 我會看你們說什麼 然後 我會回覆你們 可是我辦活動的話 下面就變成 洗一排的 都是那個關鍵字 那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看下來 其實也不會很好 我相信正在看影片 如果你們平常在下面 會留言跟我互動的 覺得看到這個狀況 應該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 之後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去 偶爾有小禮物抽獎 去送給你們 那你們如果有什麼好的idea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不好 也許我下次就會參考你的意見 去執行 那今天大概就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的Vlog今天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打敗囉 我們明天再見 打敗囉 我像誰 大家好 我是羅卡尼 這我一定要跟羅卡尼講 不要 賣老賣老 我等一下回去 我就馬上截取片段 剪給羅卡尼